第四節,為何剛才第三節要討論医癢呢? 因為幾個星期前我們做過一個節目的題目 就是討論一些父魔鬼鬼上身的個案 又是由美國一位很著名的所謂POP Psychologist 也是精神科醫生來的 M. Scott Peck 他剛才提到一個個案,我漏了一件事 第一個個案,他為何會知道病人鬼上身呢? 就是當他催眠了一個深度的時候 他發現原來是鬼來的 當然我不會問Wesley這麼煙韻的事情 但問題就是,如果催眠了一個很深的狀態的時候 會不會是變成另一個人 或者完全跟這個人沒有相關的事情 如果你這樣說,有點像剛才阿Mac的個案 那個理解性人格就不是 我沒有遇過這些個案 所以我也回答不到你 但是會不會有個案 例如說那個人,我原本不會說那隻話 他會懂得說 這個呢,我引用我有個朋友的個案 他純粹是幫朋友治療一個畏高症 畏高成怎樣? 其實又不算太嚴重的 大概兩層樓左右 那真的會腳軟 腳軟 聽過有沒有個案是走柔衛城的時候 不敢看見欄江很害怕的? 那是另一個個案 那這個案,為什麼我會引用這個呢? 因為他真的比較有少少 涉及到V1 因為我的朋友最初都不相信前世 但誰知道他做一個年齡回索 帶回到他小時候看會不會跌倒 他純粹是說 我會不會是小時候跌倒 我忘記了 可能是童年的創傷 你記得他畏高 他懷疑自己是因為小時候跌倒 所以就催眠 對 然後幫他催眠 然後發現了 一帶回去 我們說是叫懸法事件 到底這件事是從哪裡開始的 怎樣引起這個重大的情感 一帶他去到那個情景的時候 他是說越南話的 那真的是V1 沒有可能他沒有學過他 對,真的沒有可能 然後再慢慢找回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個案主說他前世是越南難民 在一次暴動期間在屋頂下跌倒下跌倒下 所以當他知道了這個故事之後 也召了禮高職 這就比較出奇一點 但如果你說外國多不多這些案例 其實是多的 就是他透過前世催眠發現了 或者不可以說用前世催眠 某場大病或者某些意外之後 發現他自己說的東西 完全是原本自己的語言系統 是兩回事 說了另一套語言出來 都多的 那如果以你一般的做法 哪一類人是有需要或是適合去做這類治療的 前世催眠 那如果在我們用現世的角度 我想問你這個問題 我想透過這個問題告訴大家 你不要是不是就去做這件事 我想說這件事實際上 還有一件事 通常是他找前世的因果 是否有一個 最初是你會先考慮他有一個動機 一般來說 你是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問題 還是有人如果是因為他純粹好奇 他想知道他上一世是甚麼人 你會不會幫他做那件事 純粹想找回一種叫上世的身份 那樣東西就不同了 變得跟之前去找病的根源是有分別的 兩種我都會做的 如果他純粹透過好奇 好奇心 想找回一下到底我上世 有沒有一些有趣的記憶 想去看看 那樣我都會幫他做的 如果你說他真的想透過前世出來 去處理一些問題 那有些甚麼多呢 病症的多 即不明因素的病症 這句常見到大家有病都看醫生 就不要想到這些情況 用了所有方法 或者不是病 或者是好像今期的 Let's Know Geographic 的專題 就是你的癖是怎樣來的 癖號 因為癖號是最難去解釋的 他這次都嘗試 那個專題都用醫學的方式 來講癖號的來源 但是在那個催眠那裡 找回你的癖號的 甚麼原法的東西 是更加有用的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是找回自己的習慣 怎樣來的 大部份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是找一些病症 那確實是 當有一些痛 不知為何 胸口經常都危著痛 看完醫生 又找不到原因 嘗試一下催眠 看看會不會是一些 我們所講的 心恩症 因為心理的因素 影響了一個 sacocomatic 對 一個生理的問題 這樣 找找一下 有些就找了 因為前世的關係 導致到 也都有人去 嘗試用前世 去找一些 現世的關係的問題 例如有人試過去 做一些婆式之下關係 整天不知為何 跟外母 總是溝通不了 雖然很多人都是這樣 這個都不用 分配大哥 但確實 有個case就是這樣 當他回到前世的時候 剛巧他們的角色 調轉了 他就是他的外母 這個可以解釋很多東西 不過 就不太適合 有句說話 前世無壽 今世做不成夫妻 總也會相分為一場 有沒有找到 自己找到前世的時候 他不是人 有啊 有啊 這個就很 很久之前 在我自己都還在學 前世催眠的過程裏 跟一群同學講 他們會找到 對方的前世 他發現 其中一個同學就說 我發現對方是一隻鴨 那怎麼辦呢 我催眠怎樣跟他催眠 我跟著他的app嗎 不可以 他還記得 前世一個鴨 我自己做過一個個案 當時我也有點嚇倒 催眠了一個 在大學時期 我讀過一個 碩士的期間 催眠的師妹 當然 大家一大堆人一層 去學習的角度 那我 在港台那裡 我邀請了師妹 在台上 做一個前世催眠 我發現 當前世的時候 叫她說一下 你是誰啊 看到些什麼 她說不到話 完全說不到話 等了很久 你嘗試說話 告訴我 之後我就想到了 如果你有什麼原因 導致你說不到話 你動一動手指 然後她真的動一動手指 知道原來她 前世是啞的 即是說不到話 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教台前的同學 就告訴我 我真的看到她的嘴 很想動 不斷動 但是說不到話 這個當時是 挺深刻的 如果你找到前世的身份 最遠古的 可以去到幾年 會不會去到埃及那時期 你試過 有的 有的 那次也挺有趣的 有一群同學 一起去做前世催眠 大概十多人 有兩個人 告訴她 兩個人都同時去了埃及 那你可以說 當中是否調整了 真的不知道 那她說 他們兩個說的 背景 內容 其實都挺接近 那開始懷疑 是否在古代 是認識的呢 那這個 可以推開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前世 未必一定是 我們自己本身的族裔 是啊 這個就是copy write 可能前世是印度人 可能是巴基斯坦 嗯 但是如果會不會有些 會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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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是這樣問 譬如我們數下去 我們數下去 我們數得很小 可不可以數 我想做一個 會不會有人找到自己 那個就是阿當 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 嘗試 找我去做這件事 我相信這個要很長時間 不相信你一個小時可以做到這件事 除非前世問題 是導致你今世有些 甚麼的損傷 不是啊 我就想問那個 想知道男人 如何一定需要女人 這個問題 那你自己的 這個 你個人的 你個人的心理 運氣 不是 你回答剛才我 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在這裡數 其實我們可以最遠去到 幾多世 我回答不了你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就算 在 最初我說的一個 叫 偽司醫生 基本上 可以說是 前世催眠的 第一個去發現的一個人 他也是幫過小女孩去經營了八十幾世 八十幾世 八十幾世 即二百三百 二十四 都二百年 二百三百年左右 對 所以 如果你說去 他慢慢追溯 可以怎樣追溯 我真的回答不了 可以經歷多少 但是他這個 我也數到給他聽 他一路想 一路想 一路想 只不過問題的功力 去到幾遠 還有被催眠的人 可以容許你做這件事 多久 還有催眠 都會想去洗手間 是嗎 中了催眠狀態 譬如他喝了一杯水 你當最長三個小時 都盡 我想 其實分開做都可以 你給足夠長時間 你說 我要見你一百次 一百次的催眠 理論上 你的成章 至少都有一百世 對 我想問一個題外話 就是 如果我們用催眠去推敲這件事 我們發夢 我們會用同樣的態度去看 有很多書籍都教我們 可以控制自己的夢中 是的 不斷在臨睡之前 想著一個問題 這個不只包括前世 可能你想解決 明天早上班 什麼問題 你晚上不斷去想那個問題 那會令自己睡不著 是的 當然這個有正面也有負面 但確實在一些夢境裡面 有機會給我們答案 前世也是 如果你不斷去想說 我要在今晚夢到自己的前世 可以用這個方向 等一下小時間都問一些比較遠的問題 譬如你經歷過這些前世出眠 你對自己的人生的看法有沒有改變 我本身沒有什麼 因為我很開放心 很多事情都會接受 其實你知道就知道 不會有特別大的影響 我自己覺得 但舉個例子 你知道你今宵死了之後 你會下一輩 因為我本身很接受這件事 即是你未做這件事 其實你已經很接受 你很接受 你不會害怕 你不會覺得 絕對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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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Wesley呢 我自己經歷了兩個前世 對我來說 你自己也做過 我做過 你說你前世是什麼 有 什麼來的 人來的 應該是人 人來的 OK 我也做過一次前世出眠的 我第一個 很接近的前世 但死得很光烈 是否為國境區 不是的 是意外的 意外 我在一個婚禮裏 都挺電視劇式的 太太 真的剛剛結婚 太太還穿著一套婚紗 我穿著一套禮服 應該去飲宴的期間 會場期間 攔腰這邊 有一輛車撞過來 撞死了 即是他們在車上 是的 我在臨死的時候 都不斷去 看看我太太 很浪漫 很浪漫 即是他拍戲 但那些牆匪 會不會是因為你看某部電影 你出現 那我不清楚 那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我看不到他 黑色頭髮的 對 這個是第一世 其實如果你說 問我這一世 經歷完之後會怎樣 其實我會更加 珍惜自己的另一半 會告訴我 意外真是很無常 還要選這個結婚的事 那這幾天我們其實都經歷過 我們這幾天都經歷過 再上一個前世就是打仗 那我身邊一個挺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世好像肯是欠了他 那前世原來他是幫我擋子彈 嘩 這個很厲害 那你有沒有告訴我 當然不說 又是這麼浪漫 都是男的 是啊 他exactly是我今世的朋友 一個是兄弟情 一個就是男女之情 是啊 不是大家聽的時候要有少少保留 這些是戲劇的橋段的可能性 但是我想問你的動機 為什麼你要找這些東西 其實我又不是可以去找的 因為學技期間 我們始終都要互相做 要互相做 對 像Flatliner 但會不會有一個誠意 會抗拒做這件事 他學得都應該不抗拒 OK的 所以首先要感受過 你才知道人家大概有感受 好像精神分析 都要被人分析過 那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人的性格 他需要成熟哪個程度 可以駕馭到這件事 因為有些聽上去說很神奇 你會怎樣處理這個感情 其實當時我的師傅去教我們的時候 都蠻注重我們的修圍 首先我們一定要 畢業的催眠治療師 當畢業之後才可以再上課程 因為始終前世催眠 是涉及了一些治療的技巧 如果我完全不懂得普通的催眠 其實你是不能上課程 再去到前世怎樣治療 這是一個較高級的手法 是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 首先要純熟用催眠 知道有什麼突發事 在現世都有機會有些突發事 例如我試過催眠 其他人也不能回家運電 但都被震了 那要怎樣處理呢 我們要學這個 怎樣處理這個 其實在那時候 我就立刻要戴上去 然後我要有些身體接觸 令我跟他的聯繫更加多 好像我看電影《Inception》 有點像的 我那一刻按著他的手 按著他的頸 然後大聲一點 跟他說 出回來? 對,五四三二一馬上出回來 這個很《Inception》 他做了很多資料 基本上 如果你做了這些 你自己現在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有沒有宗教信仰 其實我是有少少傾向佛教 你覺得這個宗教信仰 有沒有幫到你做這件事 幫到嗎 因為其實佛教是說 因果的 而前世很多不同的理論 有不同的方向 都會講因果的問題 其中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 其實我們的靈魂來到這一輩子 其實在投胎或者轉世之前 已經有一個計劃給自己 我今世下來要做這件事 要做些什麼 要學識一點 例如我們今天要做這個節目 其實是注定了 即是有少少命定論 還有一個計劃是自己選擇的 這個能力就是自己選擇 如果再講深入一點 其實我們在上面 都有一幫老死在那裡 有一幫朋友在那裡 當我下來的時候 麻煩你幫我照顧我 我有什麼行叉搭錯 就靠你幫我 引回我的正圖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那會不會其實我們做一些好事 或者我們做一些壞事 你現在看不到的結果 其實都會看到 將來也會有影響 這個就很大思考 如果你這樣說 是不是會看破到三世 我就未做到這件事 我相信這個是真的在宗教上的修為 而前世出面又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很技術性的東西 有問題可以解決 我們不會再想想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樣 哲學上有什麼行為 但是你做得那麼多 那不多不少 你五夜夢迴都會想想為什麼會這樣 那這樣就多回電 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去聽這些事 基本上要有一個基本原則 但是我們過回我們正常人的生活 嗯 沒錯 不要被一些超前的東西影響到你整個人格 或者你會放棄了你日常一些正常的社交 我們首先是要不要過於沉溺下去 我記得佛羅伊德 因為他是佛羅伊德牌 我記得佛羅伊德說 人生就是三樣最重要的目的 Live, Work, Love 我們保持到這件事 其實就是我們所有治療的最終目的 如果你說要想到一些比較仁義學上的東西 那些留給哲學家 還有有時間的人去磨 那今天很多謝三位 因為事實上我覺得 我個人意見 也都是近期我們做了一個最出色的內容 那當然不是因為我和紀徒 是因為三位嘉賓 他們帶給了我一些很有趣的看法 那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不要太多謝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謝謝 我愛你 好 我愛你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